Printer 特别注意,刚刚同学问到说 反斜线N要放哪里? 特别注意,一定要放在双引号里面 因为这个反斜线N 也被视为 这个 它的字元,一边叫字元,一个字 OK 这个字有点像模拟那个什么 模拟Enter这个按键的动作 所以呢,它整个等于 有一个反斜线N在这边的话 那结果就会 本来是接在右边嘛 现在多一个 反斜线N的话 记得放在这个位置 记得是在双引号里面 它多了这个动作之后的话 有点像丢了一个Enter在这个地方 它就换航了 所以得到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另外如果说像刚刚同学 问到说那个 拖曳资源里面 反斜线A 这多什么?其实就是 执行的话多一个声音嘛 所以执行 有没有听到,有个咚的声音有没有 哦,慢了一点 哦,慢了一点 它执行完这些之后的话 然后再多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咚的声音 OK,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呢 整数的话是int 如果是你要小数点的话就float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像这边 我们要保留5.3 比如说像这边执行的话是15 也就是说3 这边过来的资料 3 乘上 本来是5.3 可是因为外面有8int的关系 所以.3就不见了 OK 但是如果你要保留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把int 改成叫float float的意思是说 我要转换成有小数点的 所以 数字里面 分成两种 一种是整数 一种是有小数点 这个不一样 也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假设形态 搞错的话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变成说3 进来转换成 整数3 然后float 把 可是它本身就有了 OK 所以这个多余了 这个就不用再转了 等于你再多转一个float 等于是 这有点像多死一局 除非说它 原来这个地方 被改成这样子 字串 如果像你 这个地方假设是一个字串 文字放过来不能计算 所以变成说你一定要在外面包一个float 这样子的话呢 才有办法计算 OK 这个可能 要特别注意啊 因为呢 有些同学以前没有学过程式 所以对那个资料形态 可能 敏锐度就没那么高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 那执行完就是3乘上 5.3 那就把结果给print出来 并且多一个响声 大概是这样 OK执行一下 OK 它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OK 5.3 OK 不过它结果 变成说它这个地方 它变成 它里面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小数点 float 这个可能再了解一下好了 OK 刚刚同学也有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来 其他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再多试试看 那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在 再看一下有关第二单元底下 的相关的范例 那最后的话我们再来取一个有关那个判断成年未成年的这个范例好了 那这个范例的话 基本上呢 当然如果你动作慢的同学你可以把它Ctrl C 那Ctrl V的话 因为这边已经有个程式了 所以我建议 我这边先把它关掉了 如果以后的话你要写另外一支程式的话 记得先把原来的程式存档 我们也来叫temp.p 你可以另存好了 另存 那存档的话 我们把它存在哪里 我是建议你干脆存在一个你找得到的地方 因为它预设存档好像是存在spider的根木屋底下 好像是在文件底下 所以我们干脆放在低叠底下 所以也许我们要放在低叠 那我也许就是在开一个 开一个目录 让它存放好了 新增 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的话 也许我叫什么 叫Python 2021 我就把它放这边好了 也许 在低叠 新增一个目录叫Python2021 打开它 然后把这个 这个名称我叫Tesl Tesl 点Py好了 副长名叫Py OK 按储存 那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做的练习 存在哪里呢 存在低叠底下的这个目录 的这个档案里面 OK 存档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个练习 所以最后 比较完整的存档 那以后如果假设你把它关掉 这边有个xx 下一次要再开启的话 很简单 开启就档 直接找到哪里呢 找到低叠底下 OK 如果要开的话 低叠底下 然后Python2021 这边就有个Tesl.py 开启 OK 它就会帮我 把那个档给开起来 大概是这样 关掉 可以把它重开 那如果你要再开一个新的 程式的话 很简单 直接按下左上角这边有个开新档案 OK 那一般习惯是把上面这边先删掉 因为这边上面都注解 OK不需要 那如果说我要写 第2个练习程式 比如说哪一个呢 我们写那个判断成年跟未成年 就这一段 在第2单元里面的第5页 第5页的地方 那假设你 动作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先Ctrl C 然后这边Ctrl V 程式就写完了 不是叫你用直接贴 主要是你贴完之后 然后乱乱看OK 然后就把它delete掉 自己重写吧 大概是这样 让我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Ctrl加号 放大 那这个程式的话基本上就是输入什么 它的年龄 所以执行的话呢 这边执行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右边会出现 请输入年龄 那比如输入20岁 Enter 它会得到成年 那再执行一遍 请输入年龄 15岁 Enter 会 得到未成年 OK 那也就是说能够做一个输入跟输出 那将来在那个TQC的那个 证照考试里面 蛮多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我们第一步 就是要输入资料 到一个变数 再通过这个变数去做判断 判断完把结果给print出来 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第一个 如何输入资料 再做 两层的逻辑判断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当然我们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我们把这个需要的程式给打上去 不过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输入 年龄的话 那我们也许在前面可以多增加一个变数 h 等于 如果要让使用者输入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输入一个input 然后小瓜糊里面的话 你可以给一个什么 双影号 里面的话就是这个讯息 请输入年龄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15岁 15给输入进来之后的话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Python就会取得你输入的值 放到哪里呢 放到input里面 不过特别特别注意 input的这个函数 他所取得的资料 他会丢到前面的资料 特别注意 他会是文字 哪怕是你输入的是一个数字 他会自动在这个 输入的资料里面 前后加上双影号 也就是说呢 丢到edge里面的资料 会是15的文字 那不对啊 如果你15的文字将来要做计算 或者做 比对的话 那不行 他文字 毕竟不是数字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要能够 把输入的文字转换为 整数的话 那很简单 记得在这个input的外面 包一个int 跟那个我们刚刚做的 做法有点类似 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15的一个文字 那经过那个int之后的话 他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15的外面 这个双影号两个 把它去掉了 转换成什么 15 传到edge里面 OK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那我得到15之后的话 再来做判断 到底 所以呢 我要有一个input 15 那再来就 逻辑判断 以后如果要写逻辑判断 特别注意 开头一定是if 如果 那再来的话 就edge 假设我把这个变数呢 加到这里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怎么判断 如果这个变数 当然你可以先判断未成年 再判断成年 或者颠倒过来可以 假如说呢 edge如果小于18的话 OK 这个条件如果为true的话 那 冒号 冒号表示 这个 这个 条件结束 OK 那我们enter一下 如果上面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小于 是不是小于18 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那帮我print print什么呢 直接print 未成年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成年 OK 所以 这边的话 我刚才直接拿这个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那反之的话 特别是反之 反之的话呢 记得在那个 Python里面呢 就是用else 当成反之 然后加一个冒号 反之呢 那就是 帮我输出什么 输出 成年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在这里 输出什么 输出成年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另外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之前都没有接过程式 没有接过Python的话 请特别特别注意一点 在那个Python里面 他这边的这个缩排 这个是绝对绝对必要的 也就是你不能随便 把它 去掉 因为如果去掉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叉叉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block 这个tab键 按tab 或四个空白 是程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加 这个动作的话 那程式会是出错的 所以执行 看一下 写述年龄 15岁 15岁因为 有没有小于 18 所以他就跑这边 Enter 就跑未成年 如果说我今天呢 输入的是什么 20 20 有没有小于18 没有 false 那就输出 成年 Enter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一题呢 先试着练习 看 开一个新的空白的文件之后 然后输入这个 成年位置 最后的话呢 把它存档 H这个的话 可以给他一个叫 什么的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都可以 叫H好了 H01好了 H1 OK 那这个 就H1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做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输入年龄 不是成年跟未成年 成年里面 假如我要划分成三个等级 H是 壮年 轻 壮年 青年老年的话 这底下有个变化 也就是说呢 除了未成年这个不变 我希望的底下呢 把 18岁到30岁 叫青年 31岁到65岁叫壮年 65岁以下叫老年 也就是说 把 成年人 再划分 为 三个等级的话 那这个地方 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相关的那个程式 你们可以参考云端百百的第五页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先Ctrl C Ctrl V 贴完之后 记得 再把它delete掉 一定要自己动手做 OK 试试看